理性男子為首的詐騙集團 成立了運彩分析團隊 涉嫌修圖篡改運彩 在IG刊登照片 宣稱高獲利 誘騙被害人付費分析 並且代購投注金 不到一年就榨取了上千萬元 警方在雙北逮捕 罰名嫌犯 權宜詐欺等罪嫌疑送 霹靂小組賀槍實戰攻堅 好幾名人員還在緊盯電腦工作 看見警方破門 嚇得只好配合 現場發現大把千元大鈔 必須用點鈔機才能算清楚 查扣到數百萬元 原來嫌犯涉嫌利用修圖軟體 篡改台灣運彩 營造中獎假象 把這些圖片分享到IG 現實動態 吸引投資客找他們分析賽事 賺取數千到上萬元的分析費 還有民眾委託代為下注 但給了幾千塊 實際代購幾百元 依據全培光就交差了事 警方清查近一年不法獲利高達上千萬元 飯前他們會找尋一些勵志的輿錄 讓你財富更自由一點翻轉人生 那進而達到這個詐騙的犯行 IG賬號哪裡來划開網路賣場 關鍵字輸入 像是這類萬人追蹤帳戶隨便都能買到 知名插畫家社群也成了鎖定目標 被用來做詐騙 縱使市盜版仍有不少民眾誤信 粉絲多達十五萬人 看準投資人穩賺不賠心力 藉此謀利 儘管理性主賢等八人否認犯行 仍被警方一詐欺等多項罪名移送 而賣彩券小賭遺情 但不要輕信別人報名牌 免得辛苦積蓄陪下去 血本無歸 記者傳說家寶 臺北報導